還有一個人是講改革的東西,就是李克強,李克強又講,這個改革有如逆水恆舟不出之退,他都繼承了一些溫家寶的衣撥。 這個可能是屯帕唯一剩下來還可以霸聲的東西,就是一個突破口來的,即是他既然沒有實權,就不如索性做清流算吧。 講回這些說話,我們休息一會兒。 香港這個立法會議會是一個世俗的立法會議會,我們的法律裏面是有宗教自由的,我想告訴你,你們信那個教,第一句教義就是不可以信有其他的神。 如果我們現在說宗教自由,要諮詢,不可以歧視別人有其他宗教,你是否投反對? 逢星月六晚九點半,妄想最大檔,我是香港人,妄。 自從第一次跟你相遇之後,我對你一直都念念不忘。 忙不了小籠包,魚子醬分蛋,菜心獅子頭,花雕醉雞,送嫂魚羹,黃金蝦球,聖黃胡椒餅, 我決定要馬上去觀塘成葉街東廣場二樓,吃光你們的辣桃。 黃不料拉麵小籠包訂位電話,2668-9133,很近地鐵站的。 想減肥又不想辛苦?還要有得玩又開心,和平通全香港? 快點來例程美學坊Bally Dance Corner,他們有減壓瑜伽班,燒脂印度舞,健體排排舞,素身抱皮舞等等。 自己覆場練習都可以,而且還有多款跳舞衣服出售,現在星期日還有免費試玩班。 想知詳情?快點上www.abdchk.com,或者打27826818查詢,我去報名先啦! 哇,Jackie Lin真的很厲害啊! 我從試過都不知道,原來真的得過啊! Jackie Lin當然是怎樣啊! 相信我,Jackie Lin超級的啊! 你在說誰啊? 你連Jackie Lin不認識,當然也會那麼錯啦! 有Jackie Lin,我跟錯! 是否電話公司啊? 請問Jackie Lin的電話第一號啊? 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自已的,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是找Jackie Lin回手,她兩個兒科選完暗瘡,一無散暗瘡,一生翻山,由Jackie Lin和暗瘡! 仪空,午夜026將,幕後員班人馬,聽力打造,本年度,最強驚嚇顯皇, Jackie Lin,11月22日,看到死感! 星期一,三、五! 蕭生助陣,陪你遊走古今時事,到盡民史哲理! 風也少少,現在開始! 講了很多梁振英的事情,其實我是不知道這個政府是怎樣走法的,可以怎樣走法,其實是內外交逼的,完全是 他起初是想拉攏馬一邊,但現在每一邊都是他的敵人,接著他想做民粹,但現在的民情都開始慢慢對他有所質疑 即是他所有施政的能量都沒有了 他的牌已經打了出來,即是他可以對他有益的牌,即是這個老人三國金 即是他可以打的牌,即是限制樓價最強硬的措施,即是他認為可以拿民望的事情做完 其實還有一招派遣,不過他又死都不行,這是他的智慧 剛才checkroom有人說,劉勇說了原來是炊勢案件,我看了你的節目,大家經常派錢 我講的是KTV和CDI 其實是去到那些地產商是堅決跟你作對 我都說了,他們就夾住了自由黨,這個不信任議案 他們一收回BSD,或者豁免香港人公司買,那些民稅又在咬人頭 這些是很慘的,即是你一讓步就 還有像現在老人特衛金一樣,即是你講一下長毛 只要長毛一個人拉布就搞成怎樣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長毛每次開財委會就訂200個修訂動議 而你200個修訂動議就算不讓他討論的話,都要每一個都要挑決 那今晚都可以肯定,財委會就有九成都沒有 之前黃國興說要搞通宵,但只有公聯會那幾個修訂 那現在又變了,問題就變了,11月又沒得出 即是現在不止是我們講這個Fayback10月 是11月1號又沒有,又變了12月,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一直延續下去,你會發覺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頭一兩個月你還可以罵政客,即是說政客阻礙不派給我 如果去到第三、第四個月,老人家就會去想 喂,你政府為什麼又不行 都是鬥氣而已 因為你說很少的事情,那些人會罵這個議員 但如果很大件事,譬如半年,四個月拿不到的 那些人就會去質疑那個能力或者權力比較大的政府 所以拉下去,這個政府是越來越不利的 所以我也建議,在這時候就加入 要求作出起碼的讓步 首先,第一就是蕭生的感覺 就是我們最低限度30萬 再加上要拿回10月1號開始的 現在你開始跟他爭辯,他不知道怎麼辦 第二就是,現在長毛用200個都玩死你了 如果突然有3個人,即是毓民大教 每個人都跪下來 對,加上是1000個,那就已經很難以想像結果會怎樣收貨 那就說一下電視發牌的事情,你說一下你的看法 其實現在的TVB發牌,因為蘇錦良又拼回TVB的說法 然後又說其實我們會去做 還有剛剛立法會又通過一個沒有約束力的動議 就說,希望政府可以在3月之前處理得到 現在看細節表面上,好像有一個期限 會不會明年3月就會知道結果呢 但始終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我們說這幾天,梁振英所有醜聞都集中在Now和CableTV出的時候 我想真的沒什麼可能他會容許你在這個情況下再搞一個免費的事情 我只想到一個可能性,可能西華就叫鳳凰衛士請多一個廣東馬 唯一是這樣的,只是批給鳳凰衛士 但大家也是在罵 但起碼你有一件事可以改變了一些,射了一些 但如果真的批給Now和CableTV,我覺得真的完全沒可能 但那些政務官系統和良盈,有些人覺得主張競爭為了香港很應該發牌 所以如果真的發牌,可能會引證另外一件事 即是馬逢國那些是主張發牌,這些是分裂的 但到最後發不發呢? 不是那群人說了就算 到最後是西環說了就算 梁振英這個人才知道 其實是先撒著你們 其實都是要看大陸西環頭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Cable和Now是 即是第二電子傳媒是跟著梁振英這些東西 是跟著得最短的 其實應該是相對的 因為理論上,無線阿士 如果本著傳媒良心,應該是做到這樣 可惜他們兩個更何蟹了 就更顯得Now和Cable的盡責 另外我想說一下,大陸的護照問題 是,護照問題 是,先去一條Now的影片 中國新版護照印有的中國地圖 包括南海九段線的爭議持續 印度就針對新護照推出反制措施之後 越南亦都決定取消用中國新版護照除得的入境簽證 越南媒體報導 當局至今已經取消了超過100本新版中國護照上的入境簽證 越南官員指,中國在新護照上印有南海九段線 是違反國際法 有越南學者建議,政府下法印度 在中國護照上印上越南海疆地圖的簽證以示抗議 而為了避免影響兩國的經貿 越南在與中國接壤的邊境關卡 會在中國新護照上蓋上取消字樣的印章 然後在護照外另外加一張入境簽證 中國在新簽發的電子護照中印上中國地圖和境內旅遊名勝 當中包括與鄰國有主權爭議 南海的九段線區域和喜馬拉雅山邊境山區 菲律賓、越南、印度和台灣都已經先後提出抗議 要求中國修改或取消這些地圖和圖 這些是很低能的 小岸雞行為 很簡單,你是要搶的 你不是官方聲明,甚至派兵去巡遊、駐軍 你在那本護照上印了這些東西 一來你騎子就令到自己國民更加不方便 第二,你搞得來,別人又可以搞你 那你真是自討沒趣 結果人家現在不取消這些護照的簽證 那你是不是back down呢? 是要取消它轉頭呢? 這個真的實在太尷尬了 而且他的護照花了六、八萬份 你現在收回來真的沒有面子 現在要收入不行 但你看到圖就是 他每一個內頁都有中國版圖的水印 但有人很硬要留意到他有一點稀善怕 其實釣魚台在那裡沒有明顯滑一屆出來 所以暫時日本政府就沒有什麼動作 即是分分鐘日本政府惡起來 他真的分分鐘借一些椅子 又說手毒品為榮 要混進房間,手伸也不奇怪 另外還有一些東西 他有時候業上有些會引到水印的固域 那就連月潭也有 日月潭也有 於是台灣又不吸引 那你現在搞到進退維谷怎麼辦呢 第一,這些就叫做 即是意淫 即是精神勝利 網友說真的打飛機 這些就是名副其實的打飛機 這些不是打飛機 這些是想打飛機 即是想像中的 假裝精神勝利 北京就是意淫東海、南海、喜馬拉雅山南部 即是台灣這些地方 首淫的就是香港 其實以前我們都看過有些搞笑 香港的唯有兩個手拿著香港就是首淫 這個就不停在這裏犯 以前也有的 譬如在韓國都畫過地圖 我佔領了整個亞洲等等 但那些都是民間造的 你會不會把民間網民的議員 放上官方做 即是完全是很丟架 另外我想提一提的 Henry在這裡提一提的 就是《一九四二》 有沒有那條片呢? 放放《一九四二》那條片 放放《一九四二》那條片呢? 是 這部戲 就是一種《一九四》那種《八四》那種《四》那種《四》尾街民的功能 古鮑 之是因為師匯的 因為這樣《四》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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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那種《四》那種《八》那種《四》那種《八》 義馬》 再走去喝起飞 那屋子在这儿 就是我心里变满爱的 Henry,你先說說故事背景 這部電影拍了兩億 首先要說,如果你有打開機都知道 其實1942是一種很有名的遊戲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河南飢荒的歷史事件 這件事是甚麼事呢? 在抗戰期間,當然是中日抗戰時打得很激烈 剛好是河南大罕,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我們等一下再去分析 說國民政府拯救這個巷災是不力的 結果導致了差不多300萬人因為饑荒而死 這件事因為很多愛國的教育或其他歷史事件掩蓋了 所以馮小剛打算直至這部電影拍攝抗戰時期的黑暗歷史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鬼佬揭發的 我們先看看照片 這是白修德,還有《Times》的一個記者 大家看看那些慘況,現在看到這些是刮魚樹皮 有時候看到所有樹都是刮到人的高度 所有樹皮都刮到,以下地方都刮乾了 不單是吃樹皮 吃石頭,這些是石頭麵 將石頭脆的部分敲碎,用來煮餅吃 餓死人當然不少 這些是真實的照片 白修德應該是跟著另一個攝機拍下來的 那時候國民政府也有協助疏散災民 但其實因為有日本軍隊炸斷了鐵路 所以他們運送艾民遠離災區的行動不太成功 我要先講講計算 他估計收8億,我想收不到 昨天開話應該是3千多萬 今天是5-6千萬,第一個週末收1億多 可能收5億都不錯 為什麼他拍這個題材呢? 有人猜測兩件事 第一就是國民教育 譬如說民政府 益虎私貼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都很懷念 蔣介石會不會比共產黨更好呢? 其實大陸是有民國義 所以現在就要臨識民國義 其實民國政府是很壞、很腐敗的 另外也有人說這個機會很微 就是馮小剛拍這件事是暗示的 其實大陸其實也有一些 即是我們說是飢荒時期 但他又不敢拍大陸那些 即是大躍進的時期 就拍這一個 即是我們說是1942去飢飢 不過這個機會就很小 看就不太悶了 不過香港那個 蘇珊瑋的電影開幕很划算 即是在大飯碗 跟著上面有一隻黃蟲 就是川東人巧合 其實我覺得他收這麼多錢 其實就是因為大陸不准報導這個大飢荒 希望你捉到人的感情 大陸人的印象中的一件事 因為現在經歷過當年大飢荒的人 肯定是多過當年抗戰河南大飢荒的 其實當然你說說 大躍進 我講過很多次的規模 當然是遠遠超過河南罕災 其實河南罕第一件事 300萬人這個數字 其實都是跟我們說 南京大屠殺之旅的數字 是一個感性的數字 是粗略的估計 因為有人都會挑戰 例如劉振環 或者類似其他的抗戰學者 其實他們推論 都是因為從某一些村莊 死亡的人數 再去倒推整個省 究竟死多少人 因為事實上 其實這個數字 沒有市民的名測 或者其他的數字去支持 所以其實是否死300萬人 還是死幾十萬人 其實是沒有辦法 這個也是我們說 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用一個很不嚴謹 純粹感性的史觀 去奠定一些數字 另外當然 我們說這個事件 其實我們說 所謂河南的人相食 或者大罕飢荒事件 有很多人都會質疑 譬如我們說 有人去說 其實國民政府是否應該負責任呢 因為事實國民政府 有人找到很多資料 其實都有參與救災的 反而是反應比較緩慢 或者做得不太成功 或者是因為資源問題 令到他不能夠拯救到那些市民 還有就是 其實當時說 很多的日漸區 就是我們說 其實那些日本人 為什麼那些日漸區 其實是最和平 最封住的地區 就是因為他們養不起那些人 就趕走他 趕去對面 然後把那個饑荒的問題 給對方承擔 那時候是國民黨 又推一班人去那些日漸區 日漸區又推回去 結果中間有一班人 但是 即使這樣說 這個規模跟我們說 所謂大躍進 或者我們說 經濟困難時期 完全沒有得比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大陸政府 其實是促成 所謂大饑荒 或者我講中共政府 促成大量人民死亡的罪灰禍首 國民政府最多都是辦事不力 而共產政府是一手促成 所以他們是不會特意去拯救這班人 因為他們覺得那時候大放衛星田 或者我們說很多虛報的數字 他們全部都覺得是相信的 沒有問題 所以更加不需要救 大躍進 現在估計死了4500萬人 即是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其實是去做逐個公社統計的 即是看人口的增長 突然之間不見了多少人 其實這個4500萬就是我講的 早前在港大有個歷史系教授 其實他就是進去大陸看那些檔案 然後再用一個統計學的方式去計算出來 跟我們講的河南的300萬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 那就是為什麼 第一就是 1942出現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救災救得最好的是日軍 因為其實那時候就說江川靈次提出了一個意見 就提出了一個意見 就說不如我們建立一個良好的日軍形象 就令到那些中國人願意 就是我講的支持我們建立一個偽政府 那時候為什麼日本高峰時期 有超過100萬的偽軍在國內 幫日本人打國民黨或共產黨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就是派糧食給他們 你參軍就可以生存得到 沒有選擇之下唯有就幫他們 還有一樣很多人誤解 就是日本人經常都會屠殺中國人 其實相當一部分的日軍 其實他們都是用一個 即是他們很有自己軍人的專業 他們很善待中國人民 最大的問題不過是因為 因為後面有一些朝鮮兵 台灣兵 甚至一些可能來自鄉下的一些日軍 才促成了後面很多的部下 所以其實我們看抗戰人物 是單一個層面去看 其實很多不同的地方都看到很複雜的呈現 其實就是第一 就是那些人 第二是關於湯恩伯有幾壞的問題 結果那些河南人民是支持日本人打湯恩伯 對 其實最容易推翻歷史的事件就是 我們說說湯恩伯當時的參謀長社回憶錄 因為他說了幾件事 其實已經可以肯定是沒有可能發生的 傳聞就說 因為人們太討厭湯恩伯 所以湯恩伯在當時 1944年1號作戰大撤退的時候 人民就出來搶他們的槍 逼他們去斬茶遞水 甚至擊潰了五萬的國民軍隊 但其實那個參謀長說 你不要說五萬軍隊 你一個班都沒有可能可以打得到 因為他們說 一遇到暴民 扔兩個手榴彈 根本就沒有人再敢過來 還要求你不要殺他們的村莊 所以這個其實完全是錯誤 另外就是我們之前說過有四災 即是河南四災 還有湯 那些人就說湯就是湯恩伯 但越來越多資料發現 其實湯就不是湯恩伯 是所謂一些唐將 什麼叫唐將呢 就是當時在河南或其他山區 都有很多苦工 去做那些山岳地區的一些很艱難的工作 他們因為唐字原本有意思 就是無所事事的遊民 他們有工作做的時候 就幫你做苦工 沒有工作做的時候 就做這個土匪 似乎這個湯其實就是講那些唐匪 就不是說湯恩伯本身 更加有一個證據支持 因為有些抗戰研究史的文章 就說湯恩伯就是四災之一 他是統領了一群唐匪 令到很多人民很憎恨他 那既然如果連一些抗戰的研究文章 都說湯恩伯領導一群唐匪 那證明唐匪又的確存在 而且是我們說中共 或者國民黨都承認的 那麼這一個所謂四災 是不是包湯恩伯呢 其實這個現在是存疑的 我劉翁就不用做星期五了 其實我希望他可以做兩晚這個徐爾門 其實我們8日之後就會改 改那個schedule 大家都知道 人網的排名 就是跌到五十多 因為我們有一個愛上網 已經升到六十多了 是不是因為兩個網分開了 兩個網分開了 那為什麼說湯恩伯呢 因為很多事情究竟是不是真的 其中呢 蔣介石用兵呢 就叫做陳胡湯 你說一下 陳就是陳誠 胡就是胡中南 湯就是湯恩伯 這三個要被稱為他的嫡系的分子 當然陳誠就是他最嫉妒的人 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這幾個人是不懂得打仗的 但是其實 你找花一些小子低限度 陳誠和湯恩伯 是打了很多勝仗的 我們說最初抗戰史 如果你要去研究的話 他還是軍長 或者集團軍軍長的時候 入方很多時候說 其實他們是受到湯恩伯的攻擊 令到他們有一個重大的損傷 其實很多國民黨將領都不提 是唯獨提湯恩伯 那為什麼人覺得湯恩伯不會打仗呢 因為很多人包括馬傑偉 很多人都說 其實他們引用的資料 就是李中仁回憶 因為李中仁回憶 就說到 湯恩伯其實是很差的 打仗 最多配合做一個團長 一致上就不應該再比他更高的官階 但又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其實在台宜莊之役 李中仁和湯恩伯 是喊大交收場 之後李中仁是狠到湯恩伯入骨 湯恩伯是第二把交椅 是副司令長官 即是第一戰區 李中仁是兩人合起來打台宜莊 但他就說湯恩伯遲了 令人軍走掉了 其實湯恩伯那時候 已經是用最快的行軍速度去 他只不過是趕不及 但李中仁完全不理 總之你來不了 我就要罵你 李中仁就是 講講那個要改的節目 其實是十一線的節目 十一點的節目 就不會放強強的時事節目 聽到大家的意見 其實這件事 就會搬回到前面的 就是這樣 這部電影 就是河南大旱災 就講回大躍進 其實最好笑的事情 是什麼呢 是現在的地理學研究 和天文學研究 所謂的三年天災 是中國建國以來 最風調與順 不是 天文學研究 所以證明了一件事 為何三年困難時期之後 周恩來 鄧小平一復出 就馬上 很快便可以回復 經濟劣勢 這件事很明顯 根本就是原本的世界是沒有事的 鄧小平一復出 這些陸民不要去練鋼 只是去回耕田 這是一個人為 肯定是和天災的關係很小 而是一個人為的災害 而為何死亡這麼多人呢 最重大原因 就是像這次 河南 就算死三百萬人 其實大部分人 有五百萬人 都是逃亡的 就是逃亡 逃去陝西 逃去陝西 山東 周圍逃 而這個大躍進最嚴重的就是 因為他們上報 說要封收 封收 那些人又去逃亡 立即拆穿了 於是就用民兵守住 不讓人走 是這樣鑑生餓死 而還去搜他們的糧食 說他們收了糧食 因為他報大一條數 抽六成 本來是一萬斤 你報到兩萬斤 然後就說 你收了 還要是 那時候農民的收成 不但要交稅 都不夠 因為數字大了 還要賣了豬 牛 才能填到數字 所以其實 去到後期 為何災訪這麼嚴重 原因就是 所有的收成 都被中央徵收了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這樣鑑生整死的 其實是 鑑生整死的 這個跟我說 中共大躍進的時期 都是很相似的 都是大家報大一條數 不過大躍進的時候 這條數就大得很恐怖 好像那些人說 是十幾倍 甚至是幾十倍 所以根本這條數 是完全交不到出來的 張志忠是戰死的 你說張志忠 其實張志忠 最初我們說七七奴溝橋事變 就有跟日方談判的 所以那些人就作了一首 一個對戀 叫做 魏楚幫昌 自以為終 其實就是講魏楚 就是 諷刺張志忠 所以張志忠我真的很生氣 很生氣 到後來 其實被人去了官職 又復職 然後去打 這個 我記得是 我北之役之前的 一些戰役 他原本是不需要死的 他都說我一定要犧牲自己的姓名 證明自己的清白 那為什麼他不是 我們說是 蔣介石座下的幾個頭將之一呢 最主要是因為這件事 令他遠離了的 其實我剛才說的那個 陳胡湯 其實就是講蔣介石 最信任的幾個人 張志忠 因為張志忠 是西北軍 是 他先是西北軍 然後 他跟宋志源 宋志源 十九路軍 之後再退 宋志源 所以一直是被排擠的 到最後 其實他的軍隊走了 他二日軍進攻 他就在拖延日軍 因此而死 所以 蔣介石 寫了一代元人給他 其實如果你說 真的排名的人 是有說的 就是說蔣介石以下誰最厲害 打仗最厲害應該是白贓熙 然後再是李中仁 然後才排其他人 但是這兩個人 擺明就是跟他作對 所以你說他的敵是陳胡湯 其實就不單止是打仗厲害 其實胡忠南打仗也不是很厲害 不過最重要的是他們最值得蔣介石信任 蔣介石信任 最值得蔣介石信任就是這三個人 而這個湯恩伯就是 那些人被人攻擊得很厲害 因為 確實看到的就是他最後 就是守長江 是大敗的 或者這個 不過其實也完全不可以怪他 因為最主要就是 那些間諜已經全部起了 一推就倒 其實很慘 因為他在1944年大敗之後 所打的大多數的戰役都是輸的 是去到古寧才贏了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他知道 其實蔣介石知道 整條長江這麼長是不能守的 就是叫他把軍隊守住大上海區 曾經從一輪大交 為什麼你這樣守法長江 長江下游根本就是平地 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守 除了有一些湖之外 其實他集中軍隊 其實就是守大上海 然後就是方便蔣介石 爭取到時間 將物資撤走去台灣 他受到的指令就是這樣 那些人一直都不原諒他 這件事是 還有就是他跟陳怡之間的關係 其實陳怡就是他老師 也是國民黨大佬 其實反而湯欣白其實也很忠心於蔣介石 因為到後期陳怡經常叫他 不如我們起義 每個人都在那裡頭 他聽了幾次起初都忍住 後來真的受不了 就跟蔣介石說 誰知道當時他跟蔣介石說 我舉報他 但我的條件就是你不能殺他 誰知蔣介石就採你了 馬上抓了他槍斃 原本打算救他 但其實蔣介石也放了條路 跟他說陳怡低頭認錯 寫副據師之旅 我就不槍斃你 但陳怡有眼鏡 死也不肯 最後就是我們說 其實湯欣白後悔 這一生人其中一個遺憾 就是害死了他的老師 其實他後來去見蔣介石 蔣介石已經不肯見湯欣白 不肯見湯欣白 結果他亦失寵 但最後就打了古寧頭 因為當時共產黨贏了整個大陸的所有戰役 所以基本上全世界都覺得 你打完古寧頭 接著就打台灣 連美國都打算放棄台灣 因為覺得是不能打的 誰知道 當時不單止湯欣白 甚至胡連等等 其實他們一來就是 一來就是 蘇宇輕敵 二來就是 軍隊調動不及 他只是派了一小堆人 那個張志忠 是第二個張志忠 和平將軍 這是黃埔四大金剛之一的張志忠 其實他因為 因為 蔣介石偏向共產黨 當權之後 已經奪取了他的兵權 其實已經是這個人 他不主張殺共產黨 他就拿去 變成蔣介石的武僚 最嚴重的那件事 他就是 長沙大火 這件事 就是共產黨 日軍原來未來 他就執行招土勝責 下令中火 在長沙燒死了10萬人 但其實是燒早了 一來他沒有叫人走 一來未到 原來他也不叫人走 原來他根本打不到長沙 所以花園決題 長沙大火和河南大汗 就是國民黨在抗治之中 三大日本災難 後來 變成了國共和談的橋樑 最後就是和談特使 飛了去北京 就飛回來 頭嬌昂了 和邵力子他們幾個 其實原本是蔣介石 打算叫他自殺 為什麼他都傻了 過了他就投降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午夜026將 幕後原班人馬 明天打造 本年到最強驚嚇顯王 Jail Link 11月22日 看到死感 傳說中的河童你見過嗎 那你也見過 那生過沒有 我有一天跟我朋友在討論一個問題 他就說 挖個魚塘 就吐一下吐一下 就有魚了 他說在City Super 有些粉 大江水 倒一些粉 即是魚仔粉 蝦仔粉 這樣 我真的沒聽過 難道我在家裡吐一條玩魚出來 我說這樣也挺恐怖 挺大 對著那堂打飛機 生鵝痛 哈哈哈哈 五個一夜情 It's alright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點半 五個一夜情 感愛 是好聽 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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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途 香港人網 敢講 嗜好聽 喂呀 你幹嘛不看我啊 嘩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啊 蛤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是都沒用啊 不如你收聽明星潮雨館 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上終極暗瘡快打 3188 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靚波王促身推出赤板豚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辭明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尝一尝靚波之尾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香港人網敢說自好聽 唱譚天下事 細說細泰情 譚志強 兩位 譚天雪地 好 11月30日晚 譚天雪地 譚博回來了 主要是因為上星期 我們新聞系主任 走了去澳門 當然沒辦法拘捕 要接待 台灣來客 是大帝來的 要服侍 上我的Facebook也看到 大幅上那裏 真的沒有流料 不理會 今天星期回來 首先當然要說 我們梁振英先生 那個報告 不知道大家滿不滿意 請問 喂 上星期 嘟了 嘟了嗎 那還有其他事要說 當然 當然 其後他的解釋 人都